科学今天提出来一句话 一心空无 提出来 最近这三四百年间 科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 什么错误呢 二分法 把物质跟精神分成两分 就是心法跟色法 这是佛家讲的 就是物理跟心理分成两分 这是错误的 物理跟心理根本不能分 你看一毛一尘里头 都是心跟物极合的 它没办法分开 所以现在承认这二分法是错误的 物从哪里来的 物从心来的 先有意念 后有物质 所以心可以控制物质 那心能控制物质 我们这个世界也会改观的 它就提出来 我们人身体的疾病 不需要治疗 你只要把念头转过来 所有带着这个病的细胞 全部恢复正常 为什么 它是心理控制的 这个有道理 所以它举了很多例子 在全世界 有很多人身体重病 癌症 没法子治疗了 他要放弃治疗 他什么都不想了 根本就不想这个病痛的时候 过年三个月自然好了 再检查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念头改变 如果常常想病 没有病会想出病出来 这个例子 我遇到一个 早年在香港 他已经往生了 有一位法师 出家人 从小出家 解放战争的中间 他被国民党拿去当兵了 不甘心啊 怎么样才能够摆脱呢 才能够离开呢 装病 装什么病 装心脏病 不好查吧 装了一年呢 真的心脏病 检查真有事 这个心脏病 就让他退下来了 他恢复了 这个出家人身份 到香港来了 一生 心脏病治不好 他念头 念念他有心脏病 他没办法 回复还原 懂得这个道理 可以还原 可以恢复正常 所以就遇到很多 癌症的人 不用医药了 这个人放弃了 医生告诉他 你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 他听到之后 念佛人 他不害怕 我不想这个了 专门想阿弥陀佛 想了两三个月 再去检查了 癌病细胞没有了 怎么回事 念头转了 他只有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 细胞里头 没有癌病 只要有阿弥陀佛 什么 这个 带着病菌的细胞 通通通都能恢复正常 妙缺了 所以对于个人 健康 保健 带来了 很大的 这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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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 人只要心好 神就好 心不好 神就不好 这个带给我们